不一样的部分就是自定函数 会不会加这个自定函数 其他的话包含就是这个地方要串一个 我们带进来的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 你记得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整数 所以可能要把它转型一下 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增加一个字串 然后后面就是直接把它串在一起 再做什么 做Return的动作 Return之后的话 变成说我就切到第一页的 其实我给它1 我这边给它一个参数1 它就给我Return一个第一页里面的所有文字 我给它2 它就给我所有第二页里面的所有文字 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 所以未来 当然记得就是说 如果像这种重复性的动作 一定要学会如何去写一个自定函数 然后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所以你会发现关键就在这个自定函数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怎样 在底下就是做那个串接 所以串的话 就是怎么串呢 就是把它Return回来的 所以它Return回来的东西 会放哪里呢 就是放在这里面 也就跟它一样的名称 它会Return回来之后呢 帮我放到这里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每一页每一页的所有自串 那我在跟前面的这个S2串接 串接完之后呢 Print出来 那就会是最后的结果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的 而且我应该已经写得够简单了吧 OK 程式悟求 让它看起来真的是精简 然后呢 看起来也赏心悦目 而且一目了然 我应该都看得懂吧 OK 不过最重要的是 你要能够把程式翻掉 重写一遍 你也可以很快把它写出来 OK 这个才是真的学会 所以等一下 当然你不要说 只是单单会复制贴上 记得 把一些地方删掉 像刚刚的这个程式 有些部分删掉 重新再来过 或者是说你拿什么 拿这一页 上面这个 把它复制贴改成下面 上面贴完 改成下面 如果你也可以改得出来 那才叫做你真的有学会 不然的话其实 未来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 而且这个范例 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经典了 那我建议如果你学做完之后 请你也试着把什么 威力彩试试看 然后大幅彩看看 反正这上面的彩 都给它弄弄 就是尽量可以把它收集 甚至可以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那你就会立来的那个资料库 所有的那个 各个彩的这个 中奖号码 那再来也许再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 我不知道 你们可以爬一下看看 有没有网路上有没有人分享 什么如何去分析 中奖的几率的一些相关的 一些什么文章之类的吧 爬文看看 如果有的话 你先把人家的那个逻辑 结合进来 然后呢 把它做出一些资料出来 可以哪一种状况 然后要怎么去分 比如说我刚刚有想过 如果最高 中奖几率最高那个8号 然后我要看一下说 他哪一个时候开奖的次数是最高的 或者他个月份的 每个月份他是越来越 号码越多还是说他集中哪个部分 所以他的趋势往上还是往下 如果这个趋势往上的话 那也许是不是说 这个8号中奖几率还是非常高 还是要一直往下 等等 类似像这样 可能就是自己在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分析的方式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还需要将那个下载的资料 把它存成CSV 或者是写入到资料库里 这我想应该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最后的话 我们就试着把什么 把这个结果 把它写到那个CSV好了 其实写到CSV我觉得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已经串接好了 所以后面只要什么 写一个FW 等于什么呢 等于Open 然后呢 告诉他说 帮我把这个东西 存档叫乐透 点CSV好了 CSV OK 的档案 然后呢 写的方法用W模式 不过这边也可以讲 其实如果说你将来 你不要用W模式 你用A模式 其实也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东西写一次 然后下一次再写 也可以啊 有没有 所以如果今天你用A模式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就好了 也就是你每return一个 你就塞进去那个档案 用A模式 有没有 跟那个全程邮局合并的部分 有点类似 所以这也可以想 那这种方法比较简单 也许你可以思考 我这边是思考的点 这种W 那W的话呢 我就有什么 FW 后面加一个点Write 然后呢 把这个S2怎么样呢 给写出去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上面的东西 除了不只是printer 我也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写出来 所以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OK 那写完之后的话呢 如果没问题 那应该会在你的那个根木屋底下 出现那个什么 勒透点CSV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写 是写到某一个C冒后 你刚才可以讲 C冒后斜线这样 比如绝对路径 在什么目录的什么档名也可以 那我们现在是用相对路径 那最后的话记得 把它重新整理 SRC上按右键 refresh一下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我们乐透点CSV 那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就会是最后全部的东西了 包含就从那个 D比到1774比 不过呢 这边还少一个东西 好像上面最好呢 再插入一列 这个叫日期 然后1234到6号 那这个可能叫特别号 我扫这个东西怎么办 没关系 那我们再补一下 应该补在哪里呢 应该这个地方 把它补在我要串接之前 所以应该放在这里比较好 所以这个地方栏位名称就是日期斗点1234 我这边应该有写好的 我先偷揽一下 拿这个上面的栏好了 这个 然后再加一个换行 OK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OK 那这样的话就是 我输出的时候 我先输入栏位名称 然后最后换行 再把东西放进来 全部再跑过一遍 那这样的话呢 开启档案之后 上面呢也会有所有的栏位名称的 如果你这些全部做完之后 就可以很快去统计 你要的这个结果 打开 看一下上面就有了 因为它把它覆盖过去 然后这边就是所有的号码 Ctrl 去的向右 向下 所有的号码就出现了 而且 它放进来的东西 好像全部都已经转成整数了 所以你也不用像 那个VBA里面 它切完之后 会是字串 还要转行 不需要 OK 那就可以马上去统计 算出哪一些号码 中奖几率最高 当然后续 塞到资料库我就不演示了 所以请各位 也许有时间 请各位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 试着在塞到资料库 里面有1700多笔 除了这些之外 像延伸性的练习还蛮多 像大乐透有新的版本 点这边它有新的版本 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差别好像就只有什么 只有就是说它涨 它一个是放在表格 一个是放在SPAN里面 或者是放在TD里面 那一样可以把它通通抓下来 OK 只是说规则不太一样 一样的页数 我刚刚看一下 也是 总共也是Index Page 等于1到60 其实好像规则都一样 只是说它的版面 长得不一样而已 但是抓的规则 应该也都大同小异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好像有同学已经都把这些东西都抓 通通抓下来了 所以到时候其实也可以看 尽量都去试着抓抓看 感情 变出